本节目由生鲜石材科技出品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 我是冯伯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 今年三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静抖音的法案 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这是一间中国公司,必须要在期限内将TikTok卖给美国公司 否则呢,TikTok这个媒体在美国就会被禁 它会开始从Google Play,App Store这些地方消失 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很快也得到参议院的支持 随后拜登总统在四月签署了这个法案,让他正式生效 其实关于抖音要不要禁,不只是美国,台湾大家也在讨论 那么我们很多人想到这件事情都围绕在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以美国的角度来说,他们担心说TikTok背后是中国公司 他们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美国使用者的资料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担心中国政府会滥用这些资料来侵犯美国人的个人隐私 当然这些讨论都很重要,不过我认为在地缘政治跟国家安全之外 媒体之间的商战是这个法案背后另外一股重要的暗流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第一个想问的问题是,TikTok在商业上为什么重要呢? 我来给大家报一些数字 TikTok这个社交媒体是在2016年正式推出 当然字节跳动底下它有两个产品 叫做抖音的是在中国国内使用 那叫做TikTok就是国际版 他们2016年推出 但是到2021年的时间 TikTok竟然已经超越Google 成为全球最多人造访的网狱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不同的社交媒体 他们从推出到成长所需要的时间 Facebook是花9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累积了10亿用户 而TikTok只花5年的时间就达到 那目前TikTok在全美国有1亿7千万用户 大约是美国人口的一半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成长 然后我们看到越年轻的族群用的越多 在18到29岁这个年龄层 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在使用 但是更夸张的东西还在后面 全美国的TikTok使用者 如果全部算在一起 大家平均每天刷抖音90分钟 相较之下 美国人平均每天看YouTube的时间 只有52分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TikTok它大量抢占了 越听大众的时间跟注意力 更不要说它藉由强大的演算法 可以对使用者发挥极具威力的影响力 除了时间 我们再来看钱 TikTok的商业模式 有很大一块是靠广告 那过去几年 他们的广告业务在蓬勃发展 你不要觉得说短影音 然后广告的秒数很短 到底能够传递什么讯息给消费者 但其实做广告 它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可能性 比方说TikTok 它有一个广告版位叫做Top View 也就是你打开TikTok这个App 就在开机的时候 它会有一段时间有全一幕广告 这个叫Top View 在去年秋天 TikTok的Top View广告一天的价格 是高达260万美元 就台币8亿元 你可以在TikTok打一天的广告 那相较之下 美国的电视广告的最高规格 最高金额 常常是出现在他们美式足球的超级杯 那30秒电视广告是650万美元 我们都知道超级杯的广告价格已经是天价 而TikTok的Top View广告费 竟然可以离天价还蛮近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TikTok广告 它所牵涉到的金额可以是非常的庞大 而TikTok重要的广告客户有哪些呢 像是Amazon Apple Pepsi 还有近年快速串起的送餐平台 叫做Doordash 那我们看一下长期的广告营收数字 TikTok在2021年的广告营收 是整年40亿美元 还好啊 但如果TikTok没有被禁 那大家预测 它的广告营收到2026年 也就是后年 就可以成长到140亿美元 好 所以从美国公司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是YouTube 如果你是Meta 那TikTok的存在 它抢走观众的时间 赚走品牌客户的钱 如果TikTok可以从美国消失不见 这些大量的时间跟金钱都可以释放出来 由美国的公司来瓜分 这是为什么我说 在静抖音的背后 还存在一股巨大的商战暗流 那要想清楚这个商战的来龙去脉 我们就需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美国政府提出静抖音的法案 为什么是现在 是今年春天 每当我们想要来解读时事 了解现象的时候 我永远会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Why not 这件事情如果是该做的 那为什么不是更早就开始做 而是现在 当然首先我们要厘清 今年4月在美国签署实施的 静抖音法案 它背后所涉及到的时间表 是什么 并不是现在立刻要静 而是美国政府会给TikTok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 9个月的时间 你在9个月之内 要能够把TikTok卖给美国公司 我们从4月起算9个月 就是到11月 所以呢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TikTok都还会维持现状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 他继续在经营他的TikTok账号 所以透过TikTok 他要跟选民互动 他要竞选 等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才会是TikTok所面对到的期限 而这个静抖音法案 又给予美国总统权利 他们可以决定 要把抖音的时间 再多宽限90天 9个月加90天 就是一整年 那在这一整年的时间当中 TikTok他可以采取很多的动作 比方说他可以宣称这个法案 侵犯言论自由 他要打宪法官司 他可以有一些法律途径来拖延 虽然一般我看到美国一些 比较专业关于法律和政治的讨论 TikTok要拖延成功的几率不大 总之如果TikTok真的会进 那个时间点是会发生在明年春天之后 那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们讲时间的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说 其实前几年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已经短暂的进过TikTok 就后来玄机作废 过去几年美国政界是纷纷扰扰 大家说抖音要不要进 最后都没有付诸实践 为什么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TikTok背景会有哪些人受害 当你说自己的跳动会损失一个庞大的商机 We don't care 我们看美国人会有哪些人受害 当然首当其冲的 我想会是很多靠TikTok发迹的创作者 你做不同形式的内容 你写文章 做图文 做长版的影音 大家需要的是不同的才华 不同的能力 但有些人他擅长的 就是这种高浓度 快节奏 无厘头的短影音 那就是TikTok出现了 他们的才华 才被看见 然后他成为创作者 他可以接case 接置入 然后参与品牌行销的活动等等 成为他赖以为生的工具 那么如果TikTok没有 这些人怎么办 再来呢 就是那些要靠TikTok打广告的品牌 我们也可以说了 少了TikTok 拜登总统也少了一个管道 跟他的选民来沟通 那在这当中 在去年的节目里面 我有跟大家分享到 万一TikTok不见 美国受害最深的一个产业之一 会是出版业 因为随着TikTok短影音的横行 大家开始透过影片来分享读书心得 结果竟然就带起 重新的把美国的青少年 带回阅读的世界 然后连锁书店 Barnes & Noble 他们跟TikTok合作 然后推出了BookTalk的书籍专区 然后把很多人重新带回书店 每一个产业的特性不同 不是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品牌讯息都适合TikTok 但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用YouTube 或适合用Facebook来传达 所以那些特别能够因为TikTok 而得到传播的这些产业跟这些内容 当TikTok被禁 他们就会受到很立即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过去几年 如果美国贸然就禁掉TikTok 但替代品却没有出现 那么许多创作者跟产业的生计 就会受到冲击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大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担心 美国国家安全 从今年才开始担心用户的隐私 可是前几年已经有这么多的人 他需要靠TikTok来以为生 那我们不能够贸然把他们能够赚取收入的管道 就这样子的砍掉 当然啦 TikTok背景还有大量的 美国有1亿7千万 沉迷于TikTok的这些使用者 这些网友会受到影响 但是毕竟对观众来说 这就是一个娱乐跟打发时间的管道 那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觉得背后对于生计跟经济的冲击 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提出来的问题 Why now? 为什么是今年?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要将TikTok取而代之的竞争对手 包括IG Reels跟YouTube Shorts 他们觉得他们快要准备好了 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准备好 而是等到明年TikTok可以顺利被禁的时候 IG跟YouTube 他们各自推出模仿TikTok的这些产品 在演算法的训练上面 应该可以更加的成熟 然后那时候也会有更多的网友 习惯看他们的东西 更多的创作者 在IG跟YouTube上面建立他们的据点 要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当初TikTok全球蔓延开来之后 YouTube跟Instagram 他们是怎么样纷纷模仿 希望同样能够来抢占短影音的市场 我们前面提到TikTok是在2016年推出 然后玄机就带来了爆炸性的成长 那么YouTube呢 他是在2020年9月的时候推出自己的短影音版本 就叫Shorts 那YouTube抢占这块市场的策略 就是提出大方的广告分润来吸引创作者 在那个时候创作者在TikTok发表短影片 是完全拿不到钱的 不管你有多热门 可是YouTube说 我这里的广告费45%分给你 所以就会有一些TikTok上面的热门创作者 他们就把他们的影片搬运到YouTube 聊胜于无就试试看嘛 那如果有人看我就可以分钱 那成绩怎么样呢 到2022年YouTube Shorts 每个月大概有15亿的使用者在观看 每天看300亿小时 蛮多的 那是今年3月的数字更惊人了 YouTube Shorts 每天可以得到700亿小时的观看 而且YouTube上面的频道有四分之一 有在设法做短影音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他们的频道 或者是追求变现 当然我自己看YouTube 我是觉得YouTube Shorts还不是很好用 有的时候他真的不太懂我 会推给我一堆我没有兴趣的东西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看到观看的数据 成绩已经非常惊人 那么Meta呢 他们是从2020年的8月 比YouTube早一个月 开始推出IG Reels 那Instagram大家都知道 原本它上面就是漂亮的图片 可是从那时候开始 IG从图片跨越到 竖屏的短影音 而且如果你有在用IG就知道说 他们的策略就是狂推短影音 我们现在IG点开 它有越来越多的版面 是在跟我们推各种各样的这些短影片 不过IG它要吸引使用者的策略 跟YouTube不一样 YouTube靠的是钱 但IG它没有把广告整合进去 他们的IG Reels还没有广告 他们想要先攻占的 就是网友的注意力 我希望很多人就是来看 黏在这边 未来我们再来思考变现的问题 所以过去几年 IG就砸很多资源 来推播Reels短影音的内容 不只是这样 IG在2022年7月的时候 做了演算法上面的改变 如果你长期有用脸书 有用IG 你就知道在过去 你发的内容要被人家看到 主要他们演算法是推给你的追踪者 或是推给你的脸书朋友 那么当你的追踪者或朋友看到了 他们的朋友或他们的追踪者 可能也有机会看到你的内容 所以你的内容是透过这个人际连结 透过人际网络传播出去 但是我们在去年的节目 跟大家介绍过 TikTok的演算法不是这样 TikTok是设法去了解 每个用户他喜欢看什么东西 然后同时他去了解 每一支影片 他可以吸引到什么样的人 然后透过兴趣跟影片的特质 来连连看 来做媒合 这种做法叫做interest graph 那ig呢 他就从2022年的年中开始 推出新的推荐引擎 结合他们原本从人际网络出发的这种推荐 但是针对短影音 他们也开始能够根据影片的特质 和观众的喜好来做媒合 所以内容的推荐不再只局限于追踪者了 他们积极的把影片内容跟使用者的观看的行为 做数据分析 把东西推给 可能会喜欢这支影片的人 那我在这边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影视幕后同学会的podcast 我们也有instagram帐号 大家就是打开ig 就去搜寻影视幕后同学会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要谈的事情是 我们的ig贴文 如果我看后台数据 几乎就只能够触及到 我们账号的粉丝而已 就他的触及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我们的听友跟粉丝 可是过去半年 我们也开始做短影音 然后当我们发reels 他所触及到数以万计的 ig用户 里面绝大多数 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既不是节目听友 也不是粉专的粉丝 而这些人 他们是对我们影片里面的内容 有兴趣的陌生网友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igreels就帮影视幕后同学会 我们可以成功触及到 全新的受众 这个演算法 一开始这个概念是 TikTok推出在使用 然后这是为什么 TikTok可以卷起这样的风潮 然后可以造新 让一些全新的创作者商品 内容可以快速的被很多人看见 然后也让这个网友 能够发现新东西 关键在这样子的演算法 而Instagram他们就是两年前 开始模仿 可是你接受这个演算法之后 你要训练 你要需要持续的有人发布内容 然后用他来训练演算法 再用演算法来推荐 来检验他的效果等等 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那随着这个时间往前推进 我觉得现在使用起来 igreels从兴趣出发的 这种推荐模式 有越来越顺 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是什么 我自己 我划igreels的时间是越来越多 表示他一直可以推给我 我想看的东西 然后莫名其妙 就浪费很多时间在这里 总之我们看到 YouTube和Instagram 大家先后开始仿效TikTok 从影片格式到演算法 为的就是要抢占 TikTok所占据的那一块 注意力的市场 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庞大商机 所以呢 在美国禁抖音法案通过实施之后 我有关注美国的民调数字 他们在问说 如果TikTok被禁 你要怎么办 那有60%的TikTok使用者 表达他们会转网使用igreels 有19%说他们会转网 YouTube Shorts 其余的人在观望 那这个就可以解答我们前面的问题 Why now 因为IG跟YouTube现在逐渐布局好了 开始具有取代TikTok的能力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禁抖音水到渠成 我昨天在录音的前一天 看美国新闻 竟然也有从TikTok发迹的网红 他们出来表达支持禁抖音 因为呢 这几年他们都已经开始采用 多平台的布局经营方式 那么他们在YouTube 在Instagram都已经建立了基础 TikTok为什么这么强大到一个地步 是美国的平台要来学 从2020年开始模仿 却要花这么多年的时间才ready 我觉得TikTok的成功 在技术面 在那个创意跟概念的面向上 有三个关键 第一点 TikTok 它是可以真正看懂 它的使用者 当你用它 它知道你喜欢什么 而这个资讯 不是来自于 你跟它说 而是它默默观察 你的行为 那TikTok的一个创举 就在于 它的界面非常的单纯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是竖屏 全萤幕 只有一支影片 那因此 你所有的反应 包括你要不要看 或者你把它滑掉 完全都是针对这一支影片 所产生的回应 包括你看下去之后 会看多久啊 要不要按赞啊 会不会追踪 这个创作者等等 透过这样子简单单纯的界面设计 它可以知道你对每一支影片的反应 包括你滑掉不看 对它来说都是资讯 而这件事情 是以前的Instagram 或者是YouTube所没有的 YouTube的演算法背后 还是一样 是影片可以吸引到谁 然后跟这个使用者的特质之间 来连连看 可是长版的影片 每一支的功能不一样 有听音乐的 有看政论节目的 有上线上课程的 有看Vlog 然后呢 萤幕上面同时出现 好多支影片的预览 那当有一个人点下某一支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清楚知道 其他他没点开的 是他不喜欢 还是要晚点再看 还是怎么样 那么TikTok他收集的数据 更简单 更纯粹 也更精准 第二点 我觉得TikTok的威力 来自于他背后的演算法 有了解到 人有很多复杂的面向 我们的偏好 不是那么的单纯 比方说我今天就看了一支短影片 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 我就把它看完了 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了 我们用社交媒体的经验 你如果在脸书 或在YouTube 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能之后就会有一堆的 跑车 或者是赛车的影片 推给你 然后就觉得很烦 但是TikTok 他们的团队 他们有意识到 当你会看 一辆红色跑车的影片 有可能是那个红色吸引到你 有可能你喜欢的是 那款车的流线型 也有可能是 那个直播主 或者是主持人 他特别有魅力 不表示 你就是一个跑车的粉丝 或者是你特别爱看赛车 那这要怎么样理解 一支影片包含了那么多的元素 那你会喜欢 它的哪一个部分 你这要怎么理解呢 所以我们会需要把大量的 各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用随机的方式 都推送给观众 然后看看大家的反应 那透过这样的模式 你不喜欢的就滑掉 你喜欢的会看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学习 来了解 你真正被吸引到的 是影片的哪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牵涉到TikTok 我认为它成功的 演算法的具体的运作 那分成两块 第一个它就要设法去看透 使用者 那就是你的观看行为 一次全一幕一支影片 你对它有什么反应 会被记录 然后会分析 那第二个呢 就是每当有一支新的影片 上传到TikTok 他们的做法是呢 先帮这支影片 下标签 整理出来 它有什么特质跟元素 所以当它开始传播影片的时候 他们演算法 对于这影片的内容 已经有所了解 然后他们会用随机的方式 把这支影片 推荐给几百人 那我们就可以记录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会受这支影片的吸引 还有这支影片 到底有没有潜力 是可以传播开来 如果在几百人当中 这支影片的表现不错 大家愿意看 那他们就会加码 再把这支影片 推荐给好几千人 那如果表现得好 就会再扩大 推荐给好几万人 以此类推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循环 它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这支影片 可以吸引到 具有什么特质 然后拥有什么样 兴趣偏好的用户 那么当他觉得值得传播 我们就从数据分析 知道广大的用户 哪些人会有反应的 我就把影片推给他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运作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Instagram 他们要模仿这个模式 那么就跟他们以前 以人际网络 以追踪或是朋友 为基础的这种推荐方式 概念简单不同 所以他们的演算法 就要重新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 可能是新演算法 旧演算法 所带来的效果 会混杂在里面 它就不纯粹 那对YouTube来讲 它过去的演算法 用来推荐的是 长版影音 界面不够单纯 不够干净 那么当他要开始 推这个短版影音的时候 长版影音是 荧幕要横着看的 那短影音 荧幕要直着看的 它这个界面要怎么相容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说 YouTube Shorts的整体呈现 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尴尬 或者是滑起来有点卡卡的 也就是大家要学TikTok 会必须经过一个 自我调整的历程 然后就算你调整到对的方向 你也需要时间 去训练你的演算法 你才能够慢慢的追上TikTok 大概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他们 从2020年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到今年 大概可以追上 然后明年 有机会取代 那讲完了这些 我希望大家更加可以看懂 在貌似是一个政治的 法案的背后 它商业上面 所带来的激荡 最后呢 其实我想要来 分享一下 我看这件事情的心得 我们就跳脱商业 跳脱商站 那这个TikTok的流行 或是短影音的流行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都是观众 然后相信我们节目听众里面 也有一些朋友 你会在做内容的创作 或者你要为自己的公司 为自己的这个品牌 来做宣传 所以我们有观众 我们有创作者 我觉得短影音 对大众的意义 在我研究TikTok 真的发现 当我们花越来越多时间 在这些短影音上面 我们所接收到的资讯 其实都不是我们主动追求的 我们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被演算法来喂食 这样子也不是说不好 有的时候我就扩大我的视野 我开始看到 开始去关注我以前 从来没看过的大千世界 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 我们每一天需要留下足够的时间 并且养成习惯 是主动的去找我们想看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永远只是被动的 接受演算法 推荐给我们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我吃什么 那我需要去思考 我要找什么样的资讯 或者什么样的娱乐 然后我要对我自己能够接受的东西 有一些的主导权 我们在被推送跟主动出击 这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 微妙的平衡 我觉得才是一个健康的 乐听大众该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短音风行演算法 当道对创作者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很快分两点 第一点是放在现在 我们觉得说要做影片没有哪个年代 是比现在更简单了 你东西要上传YouTube 上传Instagram 上传TikTok都很容易 我们会不自觉的以为 要传播影音内容 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事情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TikTok背后的演算法 它其实是有一个守门员的 我们的东西需要能够过得了演算法那一关 让演算法判断你的东西可以传播 因为毕竟他演算法的目标 是要让更多的使用者黏着在这个平台上面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所以你的影片 你需要能够过得了演算法这一关 让他判断说你的影片是好看的 他才有可能传播出去 可以有成千上万 或者是几十万的触及发生出来 因此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需要意识到演算法 是一个看不见的新形态的媒体守门员 那我们就要设法去了解这个演算法 它的偏好是什么 怎么了解 以后有机会在节目中再跟大家细说 基本上透过就是数据分析 以及那个做实验的态度 我们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创作 然后我们经过比较跟分析 或大家称之为AB test 我们可以厘清演算法 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逐渐去勾勒出演算法 它的品位跟偏好 让我们做的内容可以传播出去 这是我给创作者 所要分享的第一点心得 那第二点心得呢 第二点心得 我觉得未来一年注定会是短影音继续大喷发的时代 这就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美国人他们想要进TikTok 那么空出来的这些原本大量看短影音的时间 现在是YouTube跟Instagram他们要去抢 他们要怎么抢 他们现在一定是加码 投入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板位 更多的钱 大量的去推送这些短影音 他们希望在TikTok消失之前 他们能够攻占的观众的时间 跟版图越多越好 这个是背后的大事 就是那个大趋势的意思 在这样的背景环境底下 如果你是想要传播内容的人 你当然是借势 搭着这个潮流 开始多做短影音 而且不是盲目的做 在你做的时候 要设法去了解演算法 这就是我今天这节节目 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大的重点 在政治的法案之后 有商战 商战会去影响 去行诉 美国这些媒体巨头 跟平台的诱因 从这里出发 我们判断他们会继续狂推短影音 那么做内容的朋友 有创意的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希望我的分析可以带给大家新的启发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 请大家追踪分享 并且给我五颗星 我是冯伯翰 影视幕后同学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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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